幾乎优优 Janine paid Democrat 店長的傾斐 歡迎大家 tới hoje 保安局局長 首次去做這行動 是否有政治的考量 還是否考慮過 維持國家剛実施了反外國政府 Ϯ 你好友善新聞 想問一問根據《國安法》第21條 如果市民 今次的行動 跟一般正常新聞工作無關 行動針對的是涉嫌利用新聞工作來做工具 做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一般新聞工作者跟他們不一樣 不要跟他們扯上關係 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是極度嚴重的罪行 有些罪行可以判終身監禁 從事任何工作的人都必須守法 包括香港國安法 任何人或者公司 嘗試利用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 或者掩護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特區政府必定會以最嚴厲的措施依法打擊 如果算是資助的市民 是不是已經犯了國安法呢 而第二條呢 可不可以說清楚 現在凍結了的蘋果和印刷公司 是整間公司凍結 不可以再運作 還是只有一千八百萬的資產不可以用呢 尤其是警察被判斷 如果任何人作业的企业 企业的企业企业的企业 因为他们是在企业的企业 那么,只有本人和企业的企业 的企业企业企业 这个行动是拒絕了对于罪人 所使用的社会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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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继续其次用作用作用的行动 更加强烈动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